今天是11月5号周六 周末不开盘 我们就A股周五的盘面做一个解读 大家看周五出现一个放量大涨 新能源这个方向出现了一个批量涨停 可以说是全线爆发 那么有朋友会问 新能源这个方向下周能不能持续 核心票又是哪些 这些视频我们就新能源这个方向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主要来看一下新能源车及锂电池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新能源车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 攻击六星线现在已经站上六星线 那么下周怎么走 下周我觉得还有一个走高的预期 但是大家记住这里今天是放了量 但是量能不是有效放大 这个量能相比起前面高的量能还是差了很多 所以越往上走越要小心 这里就是一个抽点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冲高回落 那么反弹终结 大家一定要记住 新能源车手中没票的 这个时候最高就要谨慎了 手中有票的 你的票又是核心票 那么可以继续看多 当然这里不是重点 重点是看个股 个股出现明显的分化 那么有些票是可以去持续跟踪的 有些票就不能去跟踪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涨钱票有很多 但这些票需要注意 罗曼股份 今天暂时涨停这是一个三连板 大家看这个票是否都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底部三连板 对不对 这个票股性比较活跃 又是一个赤心股 今天是放量涨停 那么下周就存在着弱转强加速 这个票大家记住 一旦弱转强加速的话 他将继续进攻 有可能成为整个锂电池板块的一个高度 或者说是一个牛票 腰票 他有优势 看这里 牛同值多少 13亿总是1217亿 所以拉起来比较轻松 这种票的话 大家记得注意了 他下周会不会走出一个弱转强 上海原谱 这个是一个烂板 但是他在出现了一个三天两板 而且这个位置是一个放量的走势 大家看 逼近了前期的高点 一旦突破前期高点的话 是不是会走出了一个新的上涨周期 所以这种票也要注意了 对不对 他能否放量突破这个位置 突破以后 继续上行的概率比较大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 这个位置的压力比较大 对不对 一旦过不去 那么冲高回落 那你去追高的话 就要站岗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节奏 我觉得盘中有分时低点 可以去博弈 但是追高的话 还是要拼谨慎 可穿科技 这个是所谓一个次新股 次新股的话就有优势 没有套牢 没有压力 所以他下周继续进攻的概率会比较高 但是呢 这个票唯一的不足点就是价格 有点贵 54块 对不对 上回看到这个价格高 追高就很谨慎 所以啊 下次他往上走的话 大家也是需要留意一下这个持续性 因为他价格 因为他价格确实是 不是特别的美丽 中通客车尾盘拉涨停 这是一个反报板 看这个票有意思啊 昨天是冲二板 被砸尾盘跳水 对不对 今天直接反报 还记得我昨天说过的话吗 昨天我就告诉大家 在这个位置是吧 有机会反报 大家看今天反报后 那么下周将继续冲高 但是大家记住 这个是老邮票 老邀票的一个什么 人气拉升 他在这里啊 有机会再次走出一波反弹 但是反弹的话 不能追高 你只能在盘中的分时低点去博弈 也就是说啊 在下周回来的时候 有分时的低点 你可去跟踪 一旦做对了 那就是一个大路啊 连续走强 对吧 做错了 那你要做一个止损 因为他毕竟这一波 是吧 最主要的一个撞前效应 最主要的一波大的已经过去了 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位置 持续性真不好判断 是吧 一旦做错了 你想想 是不是很容易高位站岗 赛利斯 这个票再次走出了一个掌情 这是底部的一个三天两板 这种票我觉得走趋势的概率比较高 什么意思 在前面这一轮 是不是一个趋势上涨 那么调整充分后 再次起来 看两轮 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 这是一个明显的 多方怕走势 所以他还要继续走强的预期 大家记住 一旦下周突破60年线 继续上行的概率大 这个票不要追高 他是走趋势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爬山四的一个走势 涨得慢 但是他的一个趋势会比较好 就像这样子的震荡上行 留意一下吴日君家现在支撑 赛务技术 开盘直接涨停了 这个票今天明显的是一个弱转强 啥意思 昨天是一个 看一下放量板 对不对 烂板 昨天放量烂板 今天直接弱转强 其实今天是一个最佳的上车节点 如果今天这位置没上车的 下周就没好的位置了 为什么 加速了 对不对 缩量加速 容易砸盘 还有 这个票 整体的这个股性 不是特别的好 下周一加速的话 一旦没了之间去接盘 那就是高开低走 容易吃大面 那你想想你去接盘的话 接出来一个大面杀下来 是不是亏损会比较大 所以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这个票上方也存在压力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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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都很大 那手中没票了 就大家看戏为一 正态汽车 这个票今天暂时涨停 其实仲泰竞争连续涨停 它有一个优势 什么优势 这个位置 看没有 位置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高 对吧 不是特别高 但是这个票的股性 非常之活跃 什么意思 看前排 这里这段时间 大家看 只要给他机会 他就连续拉涨停 连续拉涨停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票 大家要重视 他容易出这种 牛股的择势 腰股的择势 他有机会再次的连续拉升 当然 他在这里上涨的话 也是有利好的支撑 就是说他有报处消息 他的离电池技术 是吧 比林德时代还要好 比林王还要好 那么这里是不是吹的 不好说 但是资金 现在已经给错态度 他一旦 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继续进攻 这个位置也是比较低 那手中有票的 就继续躺 手中没票的 你也可以考虑去博一下 就赌一下 赌对了 就是吃大肉 但同样的赌错了 你也做一个止损 其实这个票 股性很活跃 攻的概率会比较高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 除了这些票 其他的一些票 表现一般 大家看前面还有一些涨停的 后面还有一些涨七八个里的 七八个点的 其实这些都属于跟风上涨 大家注意 高要谨慎 核心龙头 天启 今天出现了一个放量涨停 放量进攻 突这个六十年线没过去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走 我觉得像天启离叶这种 它是属于业绩支撑的 业绩比较好的吧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但是反弹的话 面对上方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这种票的话 在出去放量中长阳以后 大家可以找低点去博弈 他也有机会 再次拉出一个长阳进攻 但是错了的话 大家还是要考虑先跑 先止损的止损 不能一味的去顶 毕竟这个离电池 它的这个位置还是很高的 一旦出现一个杀跌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拼谨慎的 从近期的盘面来看 天启离叶明显的是跟风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离电池 离电池的话 那近期走势也是非常的不错 今天放量上涨 逼近了前面的高位 六十年线 那么下周 命令六十年线的压力 怎么走 冲高回落 还是放量进攻过去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候 大家也要小心了 手中没票的 随时准备 是吧 冲高回落 手中有票的 哪也要考虑 跑路了 这个时候 反弹已经逼近前面重要压力位 是不是 到这个位置 你想想 有股说这个位置冲不过去 资金一砸盘 获利资金一出逃 是不是会下跌 所以说大家是要注意的 离电池 今天个股的话 也是出现多支票 涨停 但是整体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大多数是属于超跌反弹 我们看市场的高度在 九五高科 这个是一个二十厘米的 它出现几天的移动 对吧 这里出现移动 这里出现移动 今天直接高开高走 所以说这个票应该是这一轮 离电池板块的一个反弹龙头 它的整体走势 非常之强劲 大家看它的一个位置也是非常之低 对不对 这里拉出一波大的 你看这里出现暂时反弹 我们来看它的股性 九五高科 它股性也是比较活跃的 这里的话是二十六 涨了六十六 对不对 这一波涨幅 大家看一下翻了多少 那我们来看它近期在这个位置启动 也是在这个低位启动 好 那它的一个趋势就起来了 后面再次上涨的概率会比较大 但是大家记住 可以找分时低点去博弈 留意一下五日均降线 五日均降线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博弈 博对的就是一个大长腿 但是盘中急拉冲高的时候 不要去追 因为它已经偏离了这个均降 偏离了这个五均降线 十均降线 偏离这个均降 那一旦你追错了 那就是一个高 冲高回落的一个什么大面 当然从近期的走势看 它的一个均降线 都开始拐头上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波段 大波段的话 就逢低关注就可以了 西藏矿业 西藏矿业的话 这个是找盘就涨钱 这个是近期冲间一动 大概四天两板 这个片股性比较活跃 比较活跃 然后它是一个大波段反弹 现在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突破六十天线以后 就不能上方的这个位置 那这里是多少 五十八 现在多少 四十八 那这么一看的话 应该还有 二十个点的一个反弹力度 反弹空间 所以手中有票的 可以继续看多 手中没票的突破以后 你找分时地点去驳 就说驳对了 你就可以吃个肉 但是驳错了 你也要做止损 从近期的走势来看 突破六十天线以后 我觉得它要继续走强绿期 它大概就会走波段 就看下周能不能放量 如果这里放出一个长量的话 那毫无疑问 目标就是前面的高点六十四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425技术 刚才叠加的新能源车 这个也是奥版 对不对 像这种票的话 刚才说了 已经缩量加速 没票了 看细为 从今天离电池 整个板块的走势来看 很多也是所谓跟风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 带头大哥 所以大家在操作过程中 还是要拼谨慎 拼谨慎 尤其是追高的朋友 一旦追错了 又是一个高位站岗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